国防科技工业局和有关部门 在中国航天事业创建60年之制 对深空探测等重大领域开展深化论证 并制定未来20年的航天探测发展战略 在月球探测方面 中国目前已经实现月球环绕探测和着陆 第三部就是在明年发射常俄5号月球探测器 进行着陆探测和取样返回地球 之后也要实现常俄4号第一次在月球背面着陆 也会安排两次探测月球的南北极 中国航天发展也将目标放眼更远的火星 田育龙又说由于有探月工程的经验 相信在第一次火星探测的时候 能够顺利实现火星的环绕探测和着陆巡视 期望在2030年前后实现在火星採集样本并返回地球 在中国公布航天发展战略前一天 美国重新将会加强和私人公司合作发展太空科技 期望在2030年将人类送上火星 又分析认为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太空实力提升的沿路 将会伴随着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地缘政治磨擦 中国太空发展也给予很多国家大好机会 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和开展太空探索 意味中国的太空崛起 可能将会令太空伙伴关系重组 无线电视记者阳明珠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